太太 那天谢谢你的茶 就是提前喝了点丁团长的咖啡 都掺和一块 那你得想办法 把茶喝咖啡分清楚 不 掺在一块也挺好喝的 真的 真的 律师 别弄大人 你干嘛呢 和太太聊喝茶的事 你别聊了 你跟我走 我找你有事 别逗 你去找别人吧 我跟刘一首说句话 太太 您别忘了团长昨天晚上跟你说了什么 说什么了 说什么了他也管不了我 大不了把我杀了 你去找别人吧 太太 您别为难我们 太太 别别逗大人了 这喝个茶的事什么时候不能喝 是不是 有机会 走吧 刘伯你回去了 好 好 好 你足矣点啊 太太 咱走吧 走了 太太 刚才大家也都听见了 卢家军要在这个江津村停两天 我想 就选在这儿了 老程 刚才我出去看了一下情况 四周一马平穿的 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我觉得在这里逃跑不合适 老谢说得非常好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 不是跑 而是找 在这个没法躲的地方 找丁程毅的子弹 姓丁呢 不是说带咱们去前线打鬼子吗 打鬼子就必须要有子弹 这是第一 第二 他即使不给我们子弹 他手中一定也有子弹 子弹就在这个村子里边 只不过是我们没发现而已 你干啥做你 要不是给你熬的 你 你 你 不是给我熬的我不能看一下了 舅父 你想想的 我这个熬的是爆胎肉 像你这个心想吃了之后啊 就要长鬼胎 你自己熬的肉 你自己留的长鬼胎吧 别开玩笑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不就跟铁南搞的约吗 他一个大老爷们儿 你想伺候月子似的 伺候着他 你不至于吗 舅父你不要乱说好不好 那铁南是个懒娃娃 上次伺候月子哦 行行行 别不承认 都看出来了 你想不深点啊 你都开会了 谁开会啊 就趁他好 先去见他们去啊 是是是 居一厅正在商量军机大事 什么居一厅 他们几个赶紧听吧 就那个想着 严他们几个 弄得商量出什么玩意儿 开三天也被打 没有刘叔 他们几个不好试啊 这个事情我都看出来了 他们在这商量来商量去 说来说去 最后啊 还是要听刘一首的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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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要重新认识下你了 在你们这个当中 就你看到自己明白 是是是 我主要是眼睛比你大 我小人就光 我看出来得比你还早啊 没问题 到时候我给你配点大眼铃 大眼铃铃 还是你自己留着去吧 咱们呀 发动下咱们的人 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在江津村 凡是有卢家军 驻军的地方 挨个的房间 我们逐一排查 招子弹 没那么容易吧 招子弹就弄奸的 你给我出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 什么没我说话的地方 要是说别的我肯定不参与 但是说子弹这个问题 我还真有发言权 因为刘一叔 让我观察好久了 你说 据我观察 子弹确实有 但是已经被丁程义藏起来了 现在每个陆家军使品 只发五颗子弹 剩下的都让他藏在了一个 阴蔽的地方 我不管他放在什么地方 只要他在这个村子里边 老子就给他翻出来 这想的太艰难了吧 他竟然把子弹藏起来 就不会那么容易地 让咱们找到的 京城义现在 也是给咱们味儿编戏法 刘一叔也是编戏法的吧 他都找不出来 你们都能找到 是 我还真不相信刘了 那就看看谁的本事的 我就不相信我承达后 把他翻不出来 你把这儿 你把这儿 团长的老毛病又犯了 让你马上过几趟 现在啊 我现在还没忙完呢 要不晚上过去 好吧 那我跟团长说一声 抓点点啊 慢走 这都我自己的人 不不不不 按照稳当一点 外衣哪个进来了呢 毛病不少 我不能够说不出来 说 陈大后他最近在打你那个大友的主意 你不是发了枪没发子弹是吗 他说想利用最近休息的时候 挖第三次 都要把你的大友挖出来 那么吹牛 我放的弹药他能挖出来 还有呢 还有就是蟹 我按着我才说得出来 还有就是蟹之间他们好像 有点不太信任刘一手 说得啥子 要要房子刘一手 那陈大昊对刘一手呢 陈大昊他表面上啊就是那个 蹭头过活有点不服 但实际上遇到关键事情的时候 他好像还是有点听刘一手的 蹭头什么 蹭头过活 过活啊 和 和 和 跟我走 一把招你 你记住了啊 嗯 你千万 别招惹这个刘一手 听见了吗 哎呀我也是那个想的 我 我真的真的真的 他他真的有点吓人 你盯住成达好就行了 要听要听 好吗 哎 我回去 好 哎等一下 那个 你咱们离开胡乐狗了 以前那种通报消息的方式 不行了 明白了吗 从现在开始呢 遨遥 遨遥 你一旦发现 成达好他们要动手嘛 有情况吧 嗯 你就在你们住的 那个院子的东北角 遨遥 东北角 如果一些成长 嗯 你就在窗户底下 遨遥 哦 团长 你真的是 半天云中打灯笼 高明 高明 一般 行回去吧 来来来 那个团长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我的老婆娃娃最近如何呢 挺好的啊 你放心 啊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啊 这把手 你手管我一下一下 先生 非得这么干 对 你要杀了罗家军的士兵 才能给你报仇啊 我们全家八口都被他们杀了 我就算死 也要杀够他们八个人 你给你们家事报了仇 那成千上万被儒家军杀死的红军战士的仇 你保护吗 我现在能力有限 我只能这么干了 先生 别这么说了 我现在只想着报仇 你是个红军战士 不是物理里的大侠 你要对得听你的军中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 你 谁 那是谁啊 侯主连长 那个平头大人 我 走 刘师 你们干吗呢 练习法呢 别打岔 我问你大半夜不睡觉 跟七少年在这干什么呢 不是 我不教他便 是是是这么回事 他想拜我为师 是吧 然后 这不脸皮薄吗 我要教他 也得背地里教 你当明面不都漏了吗 刘医生 你别胡咧咧了 你说的话谁信你 那不信我也没办法 刘医生 我可告诉你 下次如果 在这儿大半夜不睡觉 在外边家溜达 让我抓着 我把你们俩当逃兵毙了 快快快 回去睡觉去 我也不想 这不是拜师吗 快回去 回去 快回去 快回去 盘连长 他俩真在这儿便习法呢 人道 刘医生的话你也信啊 往后你给我记住了 凡是刘医生说的话 你都给我反着听 是 你把抓 老公 你是老公 别回头 你怕了吗 不做鬼心事 不怕鬼敲门 别跑 再跑我就杀了你 跟我来 过来 你到底是老公 别管我是谁 你是不是再给丁程一做事啊 你不要乱说 他不要乱说 看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什么事我都知道 你你到底想让我干啥子吗 我问你 你在葫芦沟北的蟹药还有吗 你 你让我晓得我有蟹药了 明天 你找个机会 给刘医生的饭菜里下药 哎 不行 我这个有好蟹子呢 必须做 不做你会死得很难看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走了 我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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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兰 吓死我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啊 啊 没 没 没跟上这儿 哦 啊 嗯 那个 我我刚才去给丁程一看病 完了我就着急忙活想回去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啊 啊 没 没没跟那个说话呢 没有 我刚才明明听见你和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你 你看清楚哪个人没对 没有 我来就看见你了 哦 哎 是 刚刚才我刚走到这儿是有一个人喊我 我 我估计不晓得是哪个人都能耍的 哎呀 往我下干去了 哎 哎 天 走回去回去 赵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我 我有啥事情瞒着你呢 我跟你说 有啥事情我埋了别个我都不敢埋了你啊 赵哥 你可以对不起我 但是你要对得起我哥 哎 哎 铁蓝你咋突然说这个了 我肯定你放心 我做的啥事情都对得起你 对得起你工 你放心吗 哎呀 哎呀 铁蓝 我突破一去了 哎 铁蓝 唉 铁蓝 哎 爹 马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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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标你 干啥玩意儿 发什么标你这儿 团长 都快憋死我了 你不是说咱们要出关打鬼子吗 为啥在这个村子里 一住都什么就不走 等命令 还等命令 等啥命令啊 怎么这么磨叽打鬼子 等个呸命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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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刨哥 刨一个 好 来 你看看 来 老训 你看到刘医生没得呢 吃饭不饥饥 没看见 老训 你在给我走你吗 不是 一把庄 你这太奇怪了你啊 你平时就吃一碗 你这都第四碗了你知道吗 我 我吃了四碗了 对啊 没没 我这一碗是给那个刘一手打的 他还没吃的嘛 你刘也不用你这碗刘啊你 来 这都刘好了 快 好好好 还是你想的吃不到 对对对 还有碗 这是那个酒糊的 酒糊也没吃呢 去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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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对 这chts 找你干嘛呢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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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子 那个 留一手他们的粥 我 我帮他们端进来 铁兰 你吃完没的 吃完你把碗拿给我 我去给你洗 那我先去洗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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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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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了 没有吃完 没完 来来来 赶紧赶紧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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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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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粥都在屋里头放到来 我没那麻烦 我来来来来 这 这 这个都冷了 老蟹专门给你盛了一碗 放到里头了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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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哥 挺细的 谢谢 谢谢啊 赶紧赐 好 哥哥 心挺细的 柳医手 这个粥你别喝 不是 啥这门 来 请来 你在这儿干吗呢你 你 您看啥子 来 柳医手 你 你那碗粥没凉吗 没有 烫着呢 我凉着没喝 都吃上了 谢谢 我的那那份啊 在屋里头留好了 快快 你究竟啊 哎 九芬啊 九芬 九芬 不喝了 都喝了 这不累着苦干晒到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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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芬你怎么嘴这么急呢 我就 就这么一会儿没看住 你两碗都给干了 我这不可怀了吗 这两碗还不共用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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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 这儿呢 啥 团长 啥事啊 团长 那个 电 电报 好 自己看看 明天就走啊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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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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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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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还没这么大事呢 从没想象来看 应该不得上这问题 但是我还得球是有点奇怪的 谢谢 哎 你们几个 能不能忙一点啊 做事儿 还军人呢 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出发了 哎 刘医生 你们几个干嘛呢 这是 哎 陆医生 那个酒服从昨天半夜开始 就上土下蟹的 晓得咋回事啊 上土下蟹 你看吧 你们 你小子不是玩啥猫腻吧 哎呀 他都拉成这个样子 玩啥子猫腻嘛 你看嘛 这钥匙不活的咯 那爸爸 难不成我派人伺候他 等好了再追我们 我留下来 我照顾他 你留下来 那我再追我们团长去 走 哎 刘医生 要不我留下来算 我 那算了 还还剩你留下来 那我先去收拾东西了哈 一把桌 你等等 啥子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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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 啥子 大老大 我明明有个叫 王九福的病了 上土下蟹的 一把抓帮他看了 说这位不像是假的 那对了 有一手说要留下来陪他 不行 他不能陪 留两个兄弟陪 等病得好 马上跟上队伍 是 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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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福拉肚子 你是不是因为喝了我那碗粥啊 我 我不晓得 不晓得 到底因为什么 你非要跟我下毒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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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毒 我我我 我两个可能给你下毒呢 到这个时候你还骗我 你看九福都是什么样了 你你你不要吼我嘛 我我两个可能给你们下毒嘛 我这个谢友好多人 不能手里头都有啊 那你不能因为九福 他他拉肚子 你就怪我三 那我我找哪个奖 奖礼欠了 你敢犯人吗 我我我我发誓 我发誓 我发誓 我要是害了九福兄弟 我 我们全家死绝 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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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都还罢了 我发誓 还有什么都还不信 你还过去 你飓了 你了 没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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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了 跟上 下班给我小心点啊 这都是重要物资 小心点 哥 别去 哥 哥 你别去 你再不说 咱俩这事都兜不住 哥 咱们是兜不住啊 团长 说啥事 啥事兜不住啊 团长 让我妹妹跟您说吧 我说不出口 说 说呀 有啥事说别扭扭捏捏的行吗 团长 我单独给您说吧 过来 老谢 这不贵啊 这信丁的也是个代表的 一天行军四十里面 这不正常啊 我告诉你 这里边肯定有事 也许它有什么目的 不管它 信丁的狐狸里边再大 通过又加不进你的时候 老谢 老谢 冲锋教 好 柯南 这道儿破了 你抽筹给补过去 哦 来 博哥 来 坐坐坐 上一手 哎 你说酒服都拉成这样的 这能 能干上来吗 你 你放心 你放心 要是真的是我这个油啊 也没得那么凶 你再说酒服 它虽然眼睛小 但是身体好善 我估计啊 一两天就没得死了 它肯定跟着就赶过来了 我估计啊 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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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过日子 那你现在为什么告诉我 今天在路上 太太又要找刘雨霜 干啥了 我也不知道她要干啥 反正太太跟刘雨霜 去 把太太叫来 去啊 什么啊 小蜜啊 真没想到你小子因祸得福 这三万列宫了一会吧 这三万列宫了一会吧 你回来我心里就踏死了 丁承意这个大衣包老 真是够鬼的 害得老子在这个将军村 找了个底调也没找到 没想到 他子弹没带在身边 同志们 看来这就是天意啊 找到了子弹的下落 我们就有机会了 对 来 这样 团长 团长 老二 团长 你这儿干啥呀 火烧屁股了 有机您行啊 这儿告诉我押击的单小车 被王九福给发现了 这小子火急火燎的 把这事情告诉了刘一手 和程唐浩 怎么这小子还挺快啊 团长 团长 好 太太来了 太太 你找我 喂 王侯 那你这样 你把看王九福那两个人给我找出来 好好审审 到底咋回事啊 是 快去 你找我什么事啊 没啥事 来 太太 来 请坐 团长 那我先走了 都还别走 坐下 走 昨天呢 九福就你一个人拉肚子 接下来咱们找十几个同志 给他来一个集体动部 集体拉肚子 老三 那摩得那么多油啊 装嘛 只要混过了这个丁承毅这一关 接下来就好办了 对 我带着这十几个同志去大大的弹药队 老歇 你带领同志们先走 得手之后 我去找你们 咱们给他来一个理应外合 怎么样同志们 我觉得老程这个计划虽然简单 但是快用 看来这次我们是真的要回家了 哎 刘医生 我们要回家了 你干不干 我不沾了 别别别 刘医生这一块干嘛呀 这一块手啊 亲眼看见的 肯定没问题 你给我把嘴闭上 都拉成这样的瞎缠口啥 就你那脑子 还不如你那快板呢 刘医生 我觉得九福说得对 我告诉你 关键时刻 你别掉了脸子 老歇 你这么聪明的人 这点事看不明白吗 抓哥 这九福拉肚子 像是吃坏了东西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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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确实不像是吃坏了东西 他 他拉得有 有点突然 这不是突然 这是有人在背后里下药 下药 谁故意给我下毒 我没得的任务 你们听我说 九福拉肚子 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是有人有意而为之 故意让九福发现那个弹药车 这明摆着就是个圈套 圈套圈套 什么圈套 你去你的态度行不行 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我跟你说啊 这一次 我是看好了 决定没有问题 没跑的 既不可失实不再来 你让这个姓丁的 砸不过来 机会就没了 你到底干不干 老程 这不是机会 丁程一发我们枪 就怕我们找到子弹 怎么又能把子弹明摆的 暴露出来呢 他丁程一不是傻子 你好好想想吧 你给我回来 刘一书 别别别 我越来越觉得 刘一书说的有道理啊 我没得到这 是哪个小酒都给我下的鱼啊 九福九福我这两个给你下鱼 赵哥 少说两句吧 老秦 你把这 他们两个 现在赶紧跟他去去看看 看他干什么 我还去啊 快点赛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 听说太太在我这儿 碰见顾焦了 别看翠哥 他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事 对 我是碰上顾焦了 是 刘一手 是刘一手 那么你们以前认识的 当然 怎么认识他 我们从小就认识 一个巷子长大的 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好 我定诚意活了一把年纪了 还从来没有听过 青梅竹马是咋回事 好 太太 那你就给我讲讲 青梅竹马的故事吧 是不是很精彩 很驱逐 也很浪漫 也很浪漫 来 别走啊 干嘛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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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夕 你看那儿好多兵哦 没事没事 冷静冷静啊 镇镇镇镇镇 老夕 还是你得行 你在厨房口袭咯 报告 进来 报告团长 刘一手在外面拳箭 谁啊 刘一手 来的正是时候了 看戏不发戏台子高啊 请 是 刘一手 找上去 老星 他两个进那儿来 那是丁陈毅住的地方的吗 他 是啊 他会被保姆告了 不知道啊 一把儿抓一把儿抓 你看陈毅老师能做好准备 我在这儿继续 你快快快 好好好 你走得自然点啊 团长 刘一手来了 好了 来进来吧 团长 那我先给你们泡点茶 去呗 团长 她都在啊 都在啊 都在啊 来 坐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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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慢点 坐 心情一锁了 他把梗子好好地生生大三 齐总 你跟一把刀去 他身子弱 看见刘一手那小子 赶紧把他给我耗回来 你小子听见没有 你小子是彻底肥 这个人会比较简矩 你能完成不 有老现在应该不能好打过你 必须要完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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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天天练这个 有什么又没子弹 他就是个破烧火棍 搞子弹呀 有子弹我就跟他们干了 看不清楚啊 看不清楚啊 是看不清楚啊 但是我更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 好刘一手 咱们俩还有那么深的渊源 渊源 咱俩有啥渊源 你是说 一块儿让钱倩打鬼子 刘一手 我已经把咱们俩的事情都告诉他了 咱俩是 那咱俩啥事 不是 你是太太 我是战俘 太太可不敢胡说 好不容易从葫芦锅出来 一会儿又该跟我下生死棋了 不不不 今天不下棋 今天就想听听你们俩精彩的故事 故事 啥故事啊 刘医生 你忘了 我们小时候巷口那棵柳树 那一年 你跟我说你要走了 我说不管你走到哪儿 我都要跟着你 你忘了吗 那也不是柳树啊 那不是槐树吗 我从小就告诉你 你就给忘了 到现在还记错 那是槐树啊 对对对 那是槐树 我记错了 树错了 人没错了 不是团长 你这又给我下什么道啊 董医生 到了今天你还跟我装 你就不是个爷们儿了 刘医生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情 都告诉他了 不是小雪 你怎么能这样 谁 谁想 行 既然已经到这儿了 我也不妨直接告诉你 我俩曾经定过娃娃亲 从小青梅猪马一起长大的 后来长大 他爸不仗义 要回婚 突遭变故 后来呢 后来我俩一气之架 就投身革命 听明白了 后来你们俩就双双参加红军 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没有 没分在一块 我在前线负责打仗 他在后方负责后勤 是 后来我们就各自在各自的部队上 再也没见过面 一直转战南北 基本见不着 对 就这些了 不是 没这些还有呢 后来打起仗来 他以为我死了 结果到这儿这不就见着了吗 对啊 完了 完了 这故事编的 不怎么样 不过瘾啊 全是曲折 不浪漫啊 到这儿当了战俘 那还能浪漫得了 你相信也行 不相信也行 反正就这些了 越杀越寡都随你 要杀就杀我 你别杀小雪 小雪不能杀 小雪是我太太呀 那能杀我呀 你更不能杀了 杀了你就坏事了 这故事怎么往下编啊 编不下去啊 刘医手啊 真想不到你们俩还有这么一段 我刚才听着听着吧 我还真有点感动了 真的 船长 不管咱们两个人当中 有什么样的矛盾 即使你跟小雪 你们有这个缘分 那就要珍惜 我留一手没有话说 我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一心一意 跟你上牵线打鬼子的 这打鬼子不成问题 关键是 我是觉得你们俩 是不是应该续续前缘 我留一手没那个福气 但有一点 你一定要好好对小雪 必定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妹妹 一手哥 听哥的 达达 你刚才管他叫 哥 哥 哥 他管你叫哥 大舅哥 那那妹夫 你看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那怎么 这就走啊大舅哥 那还不送送大舅哥 送送送送 妹走 妹夫 回去了啊 别送了回去吧 刘医生 我给你的纸条 你看了 我给你的纸条你看了 你刚才真能编 连青梅竹马都编出来了 我只能往私奔那儿编了 那是因为 翠哥发现那张纸条 我刚才一着急 我就编出来了 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有助于咱们开展工作 其实我根本就不用编 我一想 我就能想出来 你给我的纸条我看啊 我觉得丁承义 我不想和他在一起 我想回到同志们中去 你现在的位置很重要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你离丁承义更近 你是说丁承义的太太 我没有 我希望你留在丁承义身边 如果我在漆黑的场队想起你 一定是你被毒般的目光在鼓里 我会把你的期待化作渐进的勇气 也会用你的手臂举起我战斗的武器 让我们一起出关锁向无敌 像甘月结成生死兄弟 你 用信念的号角去召唤彼此 即使高射也要在风静的脚步中 是成足迹 如果不再慢慢的征途想起你 一定是你乘风般的呼唤在继续 我会把你的定音留在永恒的记忆 也会用你的肩膀承起我信仰的战区 让我们一路同行永不放弃 暴风中雨洗淋这些永迷 让信念的誓言去迎接黎明 就能好好逐温便备 即使自己呈现有什么 即使死亡也要在绝扇的招覦中 互相贴 即使死亡也要在开山的寿色中 即使死亡也要在开山的树色中 即使死亡也要在开山的树色中 我熟悉